十年前九二一地震的时候 南投日月潭受到重创 建筑师谢英俊进入灾区 提倡自立造屋 把所有建筑技术的工法简化 教灾民自己动手盖房子 十年来有许多部落 透过自立造屋完成千村的工作 同样的模式 也跨海来到中国的四川 让汶川大地震的灾民受贿 八八水灾之后 当政府还在犹豫 要盖组合屋或是永久屋的时候 谢英俊又进入台东泰马里 和受灾的村民一起盖房子 谢英俊得过许多大型建筑的奖项 不过现在他觉得 让更多弱势的人也能住得起房子 才是最重要的事 一起来看这位现代的有潮室 如何实践自立造屋的方法和理念 为在泰马里西上游的金风乡 嘉兰村有52户民宅被洪水冲毁 整个嘉兰村满目疮痍 倒得倒 毁得毁 这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帐篷 几个人睡啊 我们现在这边就是两个大人一个小人 你这些家当都拿来的啊 一些有的是自己坐的那个桌子啦 对 其他都是物资领出来的衣服啊 还有盥洗用具这样子 水災把所有东西都冲走了 这个有对角有凉吗 有哦 有校正哦 不然那板子放下去就歪掉 0.5 0.5 0.5就歪掉了 爬上阴架 盖屋顶 搭楼梯 当家园满目疮痍后 嘉兰村的村民正在为自己盖房子 他看着自己的房子这样子倒 我老婆是一直哭着这样子 我们下班都在问我们进度怎么样啊 盖的怎么样啊 每天都要跟他们回报就对 至少能把我们临时的一个住所安定下来 两年到三年也让小孩子心稳定一点这样子 和一般的组合屋不同 礼物道义和村子里的人要盖的 是一种既可以拆卸重组 也可以永久居住的中继屋 我们这批房子叫做中继屋 它主要的想法是说 因为这次的灾变是土地的流失 或者土地不堪使用 跟地震不一样 地震的时候你只要把基地清开来 你就可以再重新盖房子 那这样子这次的灾变就牵涉到 很多土地问题要解决 因为他们不是都市人 那都市人你没有地方去 你只能住在里边 对原住民来讲 他住不习惯 他就回去山上自己搭寮子住了 为了要让他们住的习惯 谢英俊不仅要把房子盖得稳固 结构扎实 还要贴心地符合他们的需求 这孔刷隔热效果还不错 对啊 不会输玻璃棉 好多了 奇怪一般我们的混凝土会什么 它可能又有一个木板 好几层 里边有孔隙 隔音呢 可以吗 可能又没有听到 那个小伯人出帮的老婆 这边他们的 好 我没有听到那个 曾经跟曾经没有听到房子 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他规定我们每一棵螺丝 一定要锁紧 我们没有锁紧 他都会重新再寻一遍 寻一遍之后 他会跟我们讲 哪里没有锁紧 由灾民自己盖房子 也可以暂时解决他们失业的问题 好处也蛮多的 一方面我们灾民很多没工作 第二个 把自己的房子 亲手这样子打造起来 感觉就另外一种心情 因为我们每天 我们村庄三四个在这边工作 每天相处在一起 那种感情一起工作 一起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一定有另外一种那种拟聚率 会让我们更团结这样子 不过要让村民可以一起投入 并不简单 首先谢英俊必须先将所有的工法简化 施工很简单 组装很简单 它只要一个板锁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螺丝 螺丝的那个锁定 只要板锁大概就可以做起来 另外就是墙板 就是制工螺丝电钻 就可以把这个墙板都可以做起来 以轻型钢做支架 用螺丝或螺栓加以固定 再将墙体灌砂 加上玻璃粘和防水层 只要半个月 就可以将房子组装完成 像这样自己动手盖房子 是谢英俊在九二一地震后 参与部落重建所坚持的原则 那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 我专门找一个营造厂专业的承包商 有专业的师傅 他们来盖房子 他们就站在旁边看 他们就是弱势 这样的状况他就是弱势 他们自己动手做的时候 他就是强势 谁说他是弱势 他做的东西他的想法 还有一些建筑的技术 可以应用到各个社会大众 你可以很大量的生产 解决掉居住的问题 这样 那因为很多建筑设计 还有建筑的基本的观念 很难进入到普通老百姓 能够让他们大量参与的机会很少 穿梭带工地的除了事务所的人 还有一支从九二一地震后 就一直跟着谢英俊的工作队 十年来 他们已经协助过松鹤部落 天湖部落 以及梅园部落 完成千村工作 2008年 中国四川省发生大地震 谢英俊带着他的工作团队 前往汶川 棉竹 冒险 教导农民盖房子 用建筑的专业 实践自己的理想 这个就是当初我们灾民跟志工 他们一起合力完成的 少祖家屋 它就是用千缸构的方式 而且你看这个接点 它就是我们几乎是用 去专业化 去工具化 就是很简单的工具 可以把它阻力而成的 但是到现在已经也十年了 所以它还蛮坚固的 高春贵是少祖工作队的队长 他说当初少祖的人口 只有两百多人 大家都住在日月潭边的街上 九二一地震 日月潭的观光产业受到重创 原本大家得分散到各地去租房子 谢英俊的自立造屋 让他们可以很快地 拥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家 用竹子搭外墙 谢英俊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以旧地取材的方式 利用木头或是泥土盖房子 这些材料不仅环保 最重要的是可以自己动手做 不像钢筋混凝土的房子 必须倚赖专业分工的建筑技术 它牵涉到的很广 像我们用钢 青钢做的 这个也是绿建筑 那它不只是材料 包括你的设计 包括你的生产 所有的流程 所有的过程 我们现在的建筑 大部分就是越来越朝向所谓依赖性的 依赖工厂 依赖大的企业 大的生产 我们非依赖性的观念就是说 我的生产工具 都可以掌握在社区的或部落里头 人的手里头 它就不用去依赖外面 太庞大的那个工业体系 它完全可以盖这种青钢的房子 而且很便宜 甚至于说 它可以用换工的方式来做 这十年 谢英俊最想做的 就是这种非依赖性的永续建筑 每年八月是少族的丰年季 谢英俊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 那个声音非常的 那个布容子有八部 这个是N部 多声部的 就是你自己会找自己的共鸣点 你都会 你任何音高 你都会找到你的共鸣点 所以任何人都会唱 你自然找得到你的 你都会唱不上去 因为你会找到你唱得下这首歌 其实对不那么神奇 所以它的共鸣是很 很丰富的那种共鸣 谢英俊形容这种声音就像天籁 我们建筑师是客家人 但是这个建筑师 我们这个建筑师 他就是喜欢帮助原住民 就是原住民不过他喜欢跑 他喜欢山上 就是原住民 跟一些原住民 过在一起 每次到原住民部落盖房子 工作队的人都像这样 跟谢英俊一起睡在工地里 高杰益说 事务所的工作主要是指导灾民 盖房子 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虽然大家都撑得很辛苦 还是愿意跟谢英俊一起做下去 因为没有这个公司 我们都是做临时工的 公司可以让我们保障我们的生活 像我们家里有急需要两三万 还是四五万 老板娘马上回到家里 就打一通天以外说 我急需这些钱 他马上会 和灾民一起重建未来 谢英俊用建筑的专业 实践自己的理想 帮他们重新站起来 他不会想要去盖大厂房 或者大的公共设施 去凸显他 他就宁愿说 去弄这个小小的社区 去为那个弱智团体 去建构他们的房子 反正那个都辛苦 那都不重要啦 主要是你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意义啊 我比较倾向你去解决一些 比较基本的问题啦 基本的问题啦 就是解决吃饭的问题啦 那吃饱以后的问题 他我比较不关心